194集 叶婉婉简直无语了,问他们话没一个人回答,结果发的红包全都苗抢。 叶婉婉在群里发了个省略号。 抢完红包之后,群里又开始安安静静,如同一个死群。 叶婉婉不信邪,又发了一块钱红包,依旧是苗抢。 看着五个人的抢红包的记录,叶婉婉简直无语。 剑差不多快开饭了,叶婉婉放下手机,上楼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 下楼的时候,饭菜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叶婉婉坐下尝了一口,意外地发现味道居然还不错。 主,主人,怎么样? 海迪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生怕黑寡妇一个不喜欢就把她宰了当花肥。 要是长得好看点还能当男宠。 她这样的,在黑寡妇那儿也就只能当花肥了。 嗯,不错。 嘿嘿嘿,那就好,那就好。 实不相瞒,我以前当过厨子,好久没做饭,手都伸了。 主人,您放心啊,我会越来越好的。 海迪努力地表忠心。 那我就不打扰主人您用餐了。 厨房里,五个人缩在那里窃窃私语。 小萝莉一边偷看客厅里的夜晚晚,一边开口。 哦,主人女装好美,男装贼帅,而且也挺好相处的样子啊。 胖狄瞪了她一眼。 小丫头,你懂个屁啊,那只是表面而已。 人家可是杀人如麻,用血洗澡,用人骨头啊,喂狗的主,还好相处。 一个不高兴,你就等着死吧你。 胡须男连连点头。 确实如此。 长发男一脸地担忧。 这同在一个屋檐下,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万一主人一个不顺心,那我们的小命不就玩完了? 胡须男和胖子对视了一眼,随后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放心好了,我跟胖子早就准备好了。 啊,准备好了?你们准备了什么? 长发男不解。 准备了什么呀,什么呀? 小萝莉跳着追问。 未成年一边去。 胖子先是一把捂住小萝莉的耳朵,然后黑黑地笑着开口。 我们给夫人准备了一道大餐。 大餐? 客厅里,夜晚晚正在吃饭。 本来他约了四叶寒过来看看他的新住所,不过他临时有事,要去外地出差,所以没能来。 正准备赶紧吃完饭然后去工作,门口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当然了,您,您好。 只见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门口。 男人相貌英俊,身材极佳,气质堪比明星。 出于职业习惯,夜晚晚仔细地打亮了男人一眼。 眼前微微一亮,如果满分是十分的话,这人起码能打九分了。 随后,夜晚晚狐疑地朝着这个陌生男人看去。 你是…… 男人看上去似乎有些紧张,小心翼地走到夜晚晚的跟前。 就跟夜晚晚是什么可怕的洪水猛兽似的。 我…… 我…… 夜晚晚醋眉? 什么? 男人死死抿着唇,没说话,而是脱掉了身上的外套。 露出里面的衬衣,竟然还是半透明的。 脖子上还有个黑色的项圈。 随后男人就这么俯下身,在夜晚晚的身前半跪了下来。 我是来服饰夫人的,请夫人随意享用。 啊? 什么鬼? 服饰? 享用? 夜晚晚看着穿着半透明的衬衣,脖子上戴着黑色项圈,半跪在自己跟前的男人。 整个人都是懵的,完全反应不过来。 他不过是好端端地在家里吃个饭而已,到底发生了什么? 男人见他不说话,二话不说,就开始解他那件本来就透明到近乎暴露的衬衣扣子。 夜晚晚终于反应过来,赶紧制止。 停停停,你在做什么?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魏毛最近老有人喜欢在他面前脱衣服啊,男人面露焦急地开口。 夫人是对我哪里不满意吗? 满意? 他需要满意什么? 夜晚晚捏捏眉心。 你先起来,然后把衣服穿好。 此刻,厨房里偷看的五个人正焦急不已。 怎么回事? 这发展不科学,主人居然让人家把衣服穿好。 是不是这个男人不够档子,主人看不上啊? 不至于吧,这可是我花大价钱在按事情的。 你瞧瞧这身材,这脸蛋。 奇怪了,黑寡妇什么时候该吃素了? 客厅里,男人有些痴迷地看着夜晚晚绝色的容颜,缓缓地凑近她的身体。 夫人若对我的项目不满,也可以试试,我会很多东西。 您喜欢怎么玩,都可以。 夜晚晚无语。 大哥,还能不能好好说话了? 这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是求潜规则的? 也不对啊,现在她是女装。 眼前这个人对此丝毫不意外,所以肯定不是娱乐圈的人。 夜晚晚捏捏眉心。 不管你是谁,出去。 夫人。 男人一脸惊讶,毕竟她还没有失手的时候。 为什么? 夜晚晚扫了她一眼,漫不经心地开口。 你说得不错,我确实不满意。 男人顿时脸色一僵,这话简直是对她的侮辱。 夫人。 夫人,有时候,说话,还是不要太绝对的好。 我自认,还没有客人在尸骨我之后,对我不满意的。 男人说着,一把撕开了自己的上衣。 夜晚晚见状一阵无语。 这人怎么就说不听呢? 正要开口,这时,门口处突然传来了一个清冷的声音。 你们,在做什么? 夜晚晚瞬间魂飞魄散,浑身的毛都炸起来了,僵直着脖子扭头看去。 随后就看到,大门没有关,而原本应该在外地出差的思夜寒正立在门口。 全身上下都是森寒到了极致的气息,犹如地狱深处的罗刹。 卧槽,夜晚晚看着眼前衣衫不整的男人,又看看门口的思夜寒,起码傻眼了三秒钟才反应过来。 不是,思夜寒,你,你听我解释。 思夜寒目光扫了眼屋内,面上犹如覆盖着万年寒冰,没有一丝温度,谋底的阴质铺天盖地地蔓延,如同下一秒便会化作野兽,将人撕碎。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说完,在身体里的野兽因失控而冲出牢笼之前,静止转身离开。 夜晚晚一看,顿时就急了,赶紧追上去。 可那个项圈男正挡住了他的去路。 夫人,他是谁? 他是谁? 他是我。 眼见着思夜寒就要离开,夜晚晚急得火烧火燎,咬着牙,直接一脚踩上了餐桌,腾空跃起。 终于赶在思夜寒离开之前,砰的一声,站在他的身后,一掌关上了大门。 思夜寒被锁住了去路,缓缓地转过身。 那双幽碎冰冷,随时可能失控的眸子,朝着气喘吁吁的女孩看去。 让开。 完蛋了,这次好像气狠了呀。 夜晚晚苦着脸,简直都快哭了。 媳妇儿,外人面前,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 与此同时,夜晚晚一声狮子吼。 你们五个,给我滚出来! 刚才是他想岔了,什么潜规则? 他这院子里有五个高手守着,谁能随随便便就进来啊? 除非就是他们几个搞的鬼。 亏他还说这几个人靠谱,简直了。 很快,五人咕噜噜地接二连三地从厨房里滚了出来。 主人,您叫我们。 项圈男在看到四夜寒的瞬间就愣住了。 就在前一秒,他还自信地认为,绝对没有女人能逃得过他的魅力。 眼前这个女人居然会对他不满意,无非是还没有试过而已。 但此刻看到门口的这个男人,他才知道什么是天上地下。 难,难怪这女人面对他居然面不改色。 五个佣兵这会儿也快哭了,原本是想要上点供,讨好一下新主人。 谁知道会被正房捉奸在床啊。 方才他们在厨房里偷看的时候,还一直在奇怪。 传说中无男色不欢的黑寡妇怎么突然吃素了? 现在才突然明白过来,他不是该吃素了,而是锯内。 这可真是一物相一物呀。 谁能想到,月变男色的黑寡妇居然会栽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客厅里,几个人全都心思各异。 夜晚晚也不管他们到底在想啥,目光一一扫过五个人。 说清楚,这人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家里啊? 此刻,夜晚晚强压着怒气,目光阴沉,比他旁边的思叶寒还要可怕。 五人吓得小腿肚子直抖,你看我,我看你了半天都不敢说话。 小萝莉躲在了老管家的身后。 主人,人家,人家什么都不知道。 胖子装耳挠腮,最后脱口而出。 主人,他是新来的佣人? 胡须难道。 主人,这是刺客。 你们俩能不能对好口供再说话?会害死我的好不好? 其实夜晚晚不用猜也知道大概是怎么回事了。 最后捏捏眉心,头痛不已地摆摆手。 把人带走。 赶紧的。 这男人这副样子放在这里,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 赶紧把他从四叶寒眼前弄眉眉上。 胖子和胡须难连连点头,立即起身去催促着让人离开。 快走,快走,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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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人不紧不慢地拾起地上的衣服,缓缓站起身,朝着门口走去。 与夜晚晚擦肩而过的时候,男人先是朝着四叶寒扫了一眼,随后看向夜晚晚,轻声开口。 夫人,难怪您对我不满意,我承认,论着一张皮像,我确实比不上它,不过…… 不过啥,夜晚晚醋眉,只觉接下来没啥好话。 男人顿了顿,轻笑一声,继续开口。 不过夫人,男人可不是光有皮像便可以,若是太过无趣,不过就是个好看的摆设罢了。 夫人,您说呢? 我说你大爷。 男人暧昧地笑了笑,压低声音,但这声音足以一旁的四叶寒也听到。 夫人,如果您改变主意的话,欢迎随时找我。 如果是夫人,您的话,我可以给您免飞哦。 男人说完之后,这才转身离开。 五个傭兵抖着身体,吓死地搓了搓手臂。 哎妈呀,怎么突然觉得这么冷呢? 很快,五人也麻溜地离开,跑得比兔子还快。 最后,客厅里只剩下了夜晚晚一个人,面对着可怕到他不敢直视的大魔头。 特么的,他这简直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 夜晚晚一把抓住思夜寒的手,焦头烂额地解释。 你就是给我一百个担子,我也不敢找别的男人啊,是不是? 完全是这些不靠谱的家伙,自作主张,我也是受害者了。 还有啊,刚才那谁说的都是啥呀? 他这是在侮辱一个严控的节操,只要好看就行。 谁看是不是有趣啊?只要我有趣不就行了? 夜晚晚说了好半天,无奈此刻的解释对思夜寒而言明显已经不重要了。 松手,在我后悔之前。 在我失去控制之前。 夜晚晚当然不可能这种时候放他走,恋人之间吵架当场吵完就算了,一旦隔个时间差,那问题绝对更麻烦。 尤其还是思夜寒这种心思极重的性格。 若是按照思夜寒以前的个性,恐怕早就血雨兴风了。 可此刻,他明显是在刻意压制自己的情绪,想离开,是怕自己失控之下做出什么吗? 嗯,九爷,晚晚小姐。 门外,许易和十一,风玄义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 三人手里都搬着一些日用品,想必是思夜寒知道他搬家,叮嘱让他们准备的。 夜晚晚一看,心里顿时更愧疚了。 尼玛,人家一出差就赶紧给他送东西,结果居然撞上了这种事情,而且还不是第一次了。 许易察觉两人的气氛不对,小心翼地追问。 这是怎么了? 夜晚晚头痛不已地咕弄道。 朴昌,被你们主子当场抓到了。 咚咚咚,三人的下巴都惊掉了。 朴昌小姐,你,你是,什么? 朴,朴,朴昌? 朴昌? 我们集体变成了结巴。 夜晚晚捏捏眉眉心,扫了三人一眼。 你们把东西放下,然后离开离开这里。 三人面面相去,不懂夜晚晚这是什么意思,正打算打圆场的许易也是一脸的懵逼。 啊,为什么? 夜晚晚叹了口气,葱白的手指附上四夜寒的领口,随后悠悠地开口道。 因为接下来的画面,可能有些少儿不移。 下一秒,嗖嗖嗖,三人把手里的东西放下,然后迅速地跑了个眉眼,非常之实实物。 见三人跑了个眉眼,夜晚晚的手指一个用力,将四夜寒拉低了些。 三月桃花般烟红柔软的唇,缓缓地朝着男人吻去。 四夜寒的双毛微微眯起,理智告诉他,这是他惯用的套路。 胸口处,那就快要将它灼烧成灰烬的火焰告诉他,此刻他应该将它推开。 可是,身体却根本无法动作,反而…… 然而呼吸相闻的距离时,夜晚晚却突然停住了动作。 四夜寒的面色瞬间冷了下来。 等等,夜晚晚双毛微眯,将自己脑后晚发的簪子拔了下来。 然后刷的一声,朝着虚空中的某个方向秩序。 角落里传来正在偷看的某胖子的哀嚎,然后是五人凌乱逃窜的脚步声。 最后,院子里终于归于安静。 夜晚晚拍拍手,这才朝着自家美人亲去。 这下可以了。 结果,等夜晚晚亲过去的时候,四夜寒居然偏开头,直接避开了这个吻。 男人的毛子里一片冰冷,与其说是愤怒,倒更像是无可奈何的懊恼。 夜晚晚没亲到,顿时一脸颓丧,随后生气地开口。 不给亲就不给亲,四夜寒,你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凭什么这么对我,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很讨厌。 五人组虽然被夜晚晚赶走了,但徐义等三人因为担心还没有走远。 远远躲在角落里,听力极佳的十一听到夜晚晚的话,顿时急了。 完蛋,完蛋,吵起来了啊。 徐义的脸色一僵。 不是吧,怎么会呢? 晚晚家姐最喜欢神识多士了,也最会哄九爷。 怎么会跟九爷吵起来呢? 十一头疼的。 这种情况下,就算怎么哄,也没用了吧? 徐义也急了。 这可怎么办? 果然,听到夜晚晚的话后,四夜寒的脸色顿时更难看了,语气冷得结冰。 你说什么? 夜晚晚完全是豁出去了,直接撸了袖子就开始炸毛。 我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不就是长得帅一点,腿长一点,智商高一点,抱起来舒服点。 你不就是仗着我喜欢你,不就仗着自己把我迷得神魂颠倒? 迷得我就算是别的男人脱光了站在我面前,都没有感觉吗? 呃,四夜很无语。 不远处,十一简直傻眼了。 厉,厉害了。 居然还有这种操作? 因为距离太远,徐义听不清楚,急忙催问。 情况怎么样?汪汪小姐说什么了说什么了? 怎么好像戏份很可怕的样子啊? 十一神色复杂地看了徐义一眼。 徐管家,你不会想知道的。 一旁的风悬翼也是点了点头。 好吧,他好像已经预感到了成敦的狗粮了。 你…… 四夜寒半天都没能说出话来,夜晚晚还在生气,继续不停地吐槽。 最讨厌你了,自己多迷人,自己多招人喜欢,你自己心里没点数码。 还学别人嫉妒,学人家吃错。 你说你有啥嫉妒的资本啊? 闭嘴。 四夜寒捏捏鼻梁。 我不,我就要说,我…… 下一秒,夜晚晚陡然尽声,剩下的声音淹没在唇齿之间。 四夜寒飞薄地唇附了过去,锋利的牙齿在女孩柔软的唇瓣上摩擦着,随后用力咬了一口,神情紧乎咬牙切齿。 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一直都是如此。 他对于她,从来都是无可奈何。 夜晚晚哼哼。 不是不给亲的嘛,我说的都是实话好不好,为啥不给我说? 这天底下,最不应该跟嫉妒,还有吃醋这种词挂成勾搭,就应该是你了吧,结果呢? 从男人到女人,从人类到动物,他不是在吃醋,就是在吃醋的路上。 简直了? 男人心海底阵,真是搞不懂,你到底想咋的? 四夜寒漆黑的瞳孔,倒映着女孩子气恼又不解的小脸。 因为那个人,是你呀。 另外,对不起。 以及ジ员以来,全程当前身写会立的故障的头显。 但是,只有我,就要来看一遍了。 旦有一句实话。 生和总τό和雪比的状采。 所以,你真 bread是个烈玉呀。